明星颜值高 接音长得好 跟着Mis Young 保你美到老 本期新养明星整形教室为你开奖 童年女神们都逃不过衰老的命运 Mis Young觉得咱们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见惯了各种大美女 口味都被养雕了 但是大美人也有容颜老去的一天 Young长大了 Young的女神们也走下神坛了 今天Mis Young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被衰老召唤的女神们 首先是姑姑李若彤 气质出尘 长相淡雅的小龙女 曾经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当年Young也是她的眼粉 今年已经53岁的她 岁月不可避免地在脸上留下了痕迹 尤其是时隔20多年后 在饮品型的状态 眼窝凹陷 法令纹明显 Young作为眼粉真的很心痛了 我的小龙女呢 我的姑姑呢 衰老什么的都冲我来 等接下来仔细给大家分析一下 姑姑衰老的迹象 先是从眼睛 年轻时的深眼窝 高眉骨 显得五官立体大气 年纪大了后 这些特点开始反噬美貌 反而更不扛老 不过眼窝凹陷也不是完全不可逆的 用脂肪填充起来就好了 除了眼睛 第二个摔了的部位 就是她的鼻唇沟 年轻时面部饱满都有些痕迹 现在加上软组织流失 苹果就下滑 鼻唇沟就更深了 不过别担心 这点也是填充就可以解决的 最后还有她的嘴巴 对的 你没有看错 李若彤也有轻微的秃嘴 可在这种美貌面前 这点小瑕疵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稍上年纪 当嘴周软组织流失 秃嘴的效果就会显现了 这个 只能靠日常表情管理 缓解视觉效果了 至于衰老造成的各种面部细纹 可以通过注射肉毒素缓解 毕竟神眼也是有保质期的嘛 这种样懂的道理 女神会不懂吗 所以你会在看到的新剧里 李若彤一些表情 只有嘴部能动 应该就是脸部打折后一仗啦 下面还有一个扛老先锋 天后王妃 今年49岁 依旧被夸有少女感 一方面是天后的脸部特点 全骨高能够挂住肉 下颗角较宽 脸部骨感分明 等综合因素更扛老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 一旦上了年纪 胶原蛋白还是会流失 脸部就像海绵被挤干水一样 变得干瘪 天后主要还是靠后天保养的 脸部填充 埋线 肉毒 一系列医美项目 研化衰老 才拥有动灵效果 还有最近复出 拍剧的韩国女神韩采英 当年豪杰春香是娇俏少女 花样男子里优雅名人 但最近在新剧里 也是老了不少 眼中凹陷 眼角下垂 女神为了复出 也在脸部做了努力 天中感明显 苹果鸡变饱满 就是 整体有点不自然 不过 今期出席活动 过了天中恢复期 状态还是杠杠的 总之呢 无论是女神 还是我等凡人 都逃不过山老这一关 能做的就是面膜拂起来 你没方法学起来 跟着女神们 积极抗衰老